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3年8月25日出生于香港 祖籍浙江宁波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经济系 中国香港女演员 2011年11月11日 周家卫与丈夫洪天明注册结婚 娶妻一生一世 一心一意之意 2012年3月21日 在香港尖沙嘴 W酒店白酒期完婚 2013年1月28日 大儿子洪大人TJ出生 2015年4月28日 二儿子洪大人TJ出生 2004年参加多伦多华一小姐竞选 2006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获得亚军和最上竞小姐奖 同年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2007年参加湖南卫视举办的综艺节目《舞动奇迹》第一季 2009年出演首播电视剧《铁马群桥》 2010年出演时装悬疑剧《新战》 2011年出演TVB时装剧《法正先锋3》 2012年出演时装悬疑剧《晴越海暗线》 想办法吧 爸爸 最近又发布了最新的预告片段 洪天明跟老婆周家卫以及两个儿子一起同框 要知道 洪天明可是很少出现在内地的综艺节目中 这次带两个儿子来参加这个节目 也是希望能够让儿子们懂得珍惜现有的生活 要说洪天明也是用心良苦的 虽然洪金宝没有出现在节目中 但他却通过视频对话 表达了对儿子这次上综艺的看法 洪天明单不担心我们去旅行 没想到洪金宝却回答 担心你啊 很明显 洪金宝是比较担心儿子能否搞定 但问题又来了 洪天明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 应该没有这么差劲吧 也许洪金宝就是在开玩笑 洪天明老婆周家卫透露说 两个儿子很活泼 很好动脾气也不小 是一传着老爸火爆脾气 两个儿子还实力模仿爸爸爆跳如雷 发脾气时打人的情景 洪天明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我哪有那么夸张 说到洪金宝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影坛的大哥大 何成龙 袁奎 袁彪等人和成七小福 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举足心重 连成龙都要叫洪金宝一生大哥 足以说明一切 如今六十六岁高龄的洪大哥已经是儿孙满堂